爱上一个彼此都有家庭的人,是在错的时间遇到最适合自己的人,感到心疼又感到惆怅,又仿佛觉得这个世界并不公平。 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不让自己早一点遇见,为什么原本偏偏来得这么晚,既然原本来了,为什么不能拥有,既然不能相依相伴,为什么还要让自己遇见,为什么要让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? 爱不得,放不下,忘不掉,既后悔,又痛哭,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,也许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多么的优秀,又多么的好,又多么的适合自己。 可是,在这个时候你认为适合你的那个人,并不一定一辈子他都会对你相近如宾,对你摆一摆栓,谁都有脾气,谁都有缺点,只是这个时候还没有显现出来罢了。 当你发现他缺点的时候,也许你会觉得他还不如你现在那一位好,爱上不该爱的人,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。 你舍不得这场惊喜的邂逅,非常伤感,认为自己不能痛喜欢的人比一生非而难受。 因为你还有一个完美的家,还有个对你不错,但你不薄,也蛮喜欢你的人在爱着你,所以,你才会纠结在这种苦恼与无奈中徘徊。 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,既然不该爱,即便你再不该,再舍不当,再放不下,再忘不了,他不是你的菜,不是你该碰的人,哪怕是痛病之痛,你应该不加思索。 果断的放弃那一段见不得天的感情,世上优秀的人很多,你总不能见一个,爱一个吧? 门心自问,难道你现在那一位,曾经你爱他的时候,他不好吗?不优秀吗? 是不是你认为你们的激情去和新鲜感已过,就把他的善良看成是一种很平淡美味,享受太多了是不是感觉太发胃了? 别忘了,他曾经也是你认为最适合你,也是你最爱的人,别吃着碗里的,想着锅里的,享受着爱人的爱, 爱,又盯着别人的爱,这样可不好,你对不起爱你的人,为了现在拥有爱你的这个他,也为了你自己,为了这个家庭的幸福,放弃才是你最明智的选择,每个人放弃一段感情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,都是在痛苦的挣扎中,才慢慢摆脱那种私心裂背的痛,让那段浓烈的感情渐渐淡下来,为了孩子,为了爱你的人,为了这个家, 请那些爱而不甘爱的人,慎重,慎重,再慎重,千万别为了自己,那一点点私欲而毁了自己幸福,毁了大家,好好想想吧,一个不经意的决定,也许会让你这辈子痛不欲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感谢观看